观众朋友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亚太联播节目 我是张敏 薄熙来一案判决之后风波未平 据香港《明报》及多家媒体23号的报道 引述一名22号在庭上旁听的消息人士投入 薄熙来听到审判长宣布他被判无期徒刑后 大声抗议 判决不公 严重不实 既不公开 也不公正 完全没有采纳我和我的律师有理有据的辩护意见 薄熙来当庭咆哮后被抢行押走 另据多家外国媒体报道 薄熙来已经对无期徒刑判决提出上诉 据路透社和法新社援引接近薄熙来案的消息来源说 薄熙来已经在判决当天提出上诉 路透社说上诉过程可能要持续两个月 而且由于中国的法庭是由执政的共产党控制 薄熙来的上诉可能不会成功 薄熙来被判无期徒刑后 中共前总书记赵紫阳的秘书鲍同 在写给本台独家发表的评论中说 他不关心判博 他关心的是公诉人代表国家的起诉 在这篇题为我不关心判博的文章中 暴同首先关心的是公诉人没有起诉薄熙来的一些方面 其中包括他在商务部长 重庆市委书记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任内的腐败行为 也没有起诉薄熙来在打黑中无法无天 乱没收乱抓人乱杀人的罪行 暴同说薄熙来案和宪法的生命和权威在于实施的正路无关 就在审判薄熙来的同时 当局先后逮捕了许志勇先生和王公权先生 表明当局自食其言 公然违反了把权力关进笼子的 宣言准备转入把民意关进笼子的非法的邪路 正值薄熙来案宣判之际 中国学者更多呼吁 只有改革体制才能有效反贪 否则以反贪为重任的中央纪律检察委员会 只能沦为摆设屠有其名 据《明报》今天报道 内地政治学者中央党校理论刊物《学习时报》前复编审 邓玉文撰文称 现实的反腐制度远不足以应付目前严峻的腐败形势 应该改革以继委为主导的反腐机制 并建议中央打几只真正的大老虎 广州市攀渝区石崎镇海旁村的数百村民 9月22日到村委会及镇政府反映干部 涉嫌非法卖地等问题 多人被警方抓走 9月23日村民又到区政府上访 要求放人 结果再有村民在半路被抓走及被殴打 村民告诉本台已经有十多人被抓 包括带领维权的女村长 中秋节期间 山东烟台富士康工业园义区工人发生泄斗 官方说造成11人轻伤 但是网上有消息说有3人死亡 据中国新闻网报道 9月20日21日 富士康烟台工业园义区少数职工 自行与场外商家聚集喝酒 酒后发生争执 导致聚集斗殴造成11人轻微伤入院治疗 另据中国茉莉花革命网消息 9月19日中秋夜 烟台市富士康科技工业园义区宿舍 200多名贵州籍员工与山东籍员工发生泄斗 造成3死数十人受伤 双方在21日及星期六再起冲突 大批特警武警到场后平息 近年来台湾图博之友会 在台湾以座谈电影游行和青年营队等活动的活泼方式 成功地组织了一批同情理解流亡藏人的台湾年轻人 下面请看自由亚洲电台记者李同 发自台北的报道 几年前如果在台湾乍听到图博之友会这个名字 绝大多数的台湾人会不知道图博这个名字指的是什么 说的人还得进一步解释 图博是Tibet的一名 所指的是藏人自我认知的传统领域 包括魏藏、安多和康区 最重要的是不用中国传统使用的名称西藏 意在表达对中国自认为宗祖国历史观的否定 台湾图博之友会现任会长为周梅里女士 她接受访问时 简单扼要的说明图博之友会成立的宗旨和定位 我们图博之友会的定位就一个 告诉台湾人图博发生什么事 让台湾人认识这个议题就是我们定位 以台湾人为主的图博之友会 这时就成为台湾社运团体和流亡藏人团体之间的桥梁 让西藏议题越来越受到台湾社会的关注 08年起 图友会开始主办营队 前往达兰萨拉参访 一年中两梯次接待社会人士 一个梯次为在学学生 参与营队的学员 深入访问藏人行政中央 儿童村 政治范援助组织 甚至夜见达赖喇嘛或大宝法王 借此了解藏传佛教及流亡藏人社会 大半的学员回台湾之后 就自动成为图友会举办各式活动的移工 自由亚洲电台里同台北报道 以上就是今天的亚太联播节目 我是张明 感谢您收看 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